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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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会成真 梦会成真 用爱点的灯 照亮了地图的灯 留一些安慰 给孤独的灵魂 用爱点的灯 照亮了黑暗的心 用温暖抚平 过去的旧生存 梦会成真 梦会成真 点真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现在在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在中国近代史上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盟军经过这条公路 将大壁的物资运送到中国的大后方 也才能够抵抗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同样的 经过这条公路 有一支中国远征军开到了缅甸 他们援助了许许多多被日军打败的英国部队 今天非常幸运的 我们要去拜访几位硕国景城的老兵们 请收看今天的点灯 老兵不死 恤哲共产党 对 典天的话 每年都有三个月的灾期 从我们农历六年十五年以后 就开始进入灾期 那么在这三个月当中 基本了 这些寺庙里边都有大家 给寺庙里面供 抬着这个波 出去拖波 从现在开始每天都会脱过去化缘 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是进入的第一天 是缅甸一个盛大的节日 就是进入灾期的节日 要到九夜十五以后 基本在缅甸的情况的话 在这灾期三个月当中 是不可以难分你一家都不可以 而且是要搬迁房屋这一类的 都不可以在这灾期当中 不可以做这些活动 这次来到缅甸 正好碰上一年一度的灾戒月 整个缅甸呈现祥和创严的气氛 让人很难想象 这个宁静的佛教国度 七十年前曾经被战火蹂躏 并且满目创意 当年为了抗日 并协助盟军击溃侵略者日本 国民政府决定从中国境内 开通直达西南后方的国际通道 也就是滇缅公路 修路过程很艰巨 等到正式开通后 国民政府透过这条路 二度组成远征军支援英军 立抗日本侵略 战争历时三年 投入四十万兵力 伤亡近二十万人 当我站在这条真真确确是一条后人踩着 仙人血肉前进的公路时 内心有着难以言喻的激动 在我们抵达缅甸时 明德学校 翻副校长和江校长一同亲自接机 一路陪伴 缅丽伊甸园志工团 就在点灯外企小组 希望另外探访 几位当年参与远征军作战的老兵时 也多亏翻副校长的协助 我们才得以找到这些历史的珍宝 我们的老前人 他老人家呢 只要是很多没有流离失所的人 无家可归的人 他都会收留大家 所以呢 也有一些眼睁睛老兵 会来靠着他老人家 所以他老人家呢 也就给他们安排了一些工作 让他大家有一个可住的地方 可住的地方 翻校长我们这个地方 听说远征军的一个老兵 住在这个地方是吧 对对这是林峰爷爷的家 林峰爷爷的家 对对对 这就是林爷爷的小儿子 是来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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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打扰 爸爸在那边是吧 来来来 我们现在在林峰林老先生的家 今年91岁了 真的了不得 林峰爷爷爷 你好 在这边住多久了 所以还是85年搬来的 85年搬来的 那已经住了快30年了 20多年了 你有几个孩子啊 有 本来是有八个 有八个 十个男 十个女 你以前是哪一个军种啊 这个燕村军 第十一集成军 远征军第十一军团 十一集成军 十一集成军 集成军 集成军 是是是 中西连 中西连 当初为什么会 你留在缅甸没有到台湾去呢 本来要去 要不能要去 我说给你 我们在这边有家属啊 有家属 有家属的一方面呢 这个我又去本来是 云南的圣洞部啊 圣洞部 是是 派人的 反共大陆 没有反共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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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是 其实我们是留下来的 之前我们是脱离 脱离部队 脱离部队 新家的 有新人家 我们脱离部队 那中间脱离部队是穷毙的 是啊 是啊 因为共产生命的社会 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一新来自 大陈上晚了 脱离部队 回家 回家 那么我们是 那个大远征的时候呢 我们的电台那个 云南梦思 这个电台 电台这个 宋绪安叫做 新疆去当政主席 我们呢 是要参加 昆明出庆 这个军官去受训 嗯 去受训 你们什么 那么军官去典训 军兵师师兵团 你讲 内战 就在内战 我讲 我说一个大 大班一本 我说回家 我不想到内战 不想到内战 不想到我们是新家 新家 当时的 长毛出场 往新闻 对啦 哎 我都想他讲 现在日本大远 我已经有这个职业 已经要回家了 所以我进家的批准 再过了三十年 因为这么子 我又成了家 成了家 成了家就是出师的姑娘 以后的时候呢 我看到最终情情的时候 的时候 的时候是 就跑去这个 救护帮载来 梦在那边走 嗯 走的时候 又看见我们 中国有胆子 这样的时候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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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山 南山呢 我们这个 做茶 做茶 做草业生意 嗯 茶叶 棺茶 风茶 我们的照料 它有二十多年 以前你当兵的照片 有没有啊 我当兵的照片 照片 那时候没有 那你敢留 那没有人敢留 那没有人敢留 我们出的 很久都不敢出名 不敢出名是吧 一天呢 你本民当兵 他给管了 我们很久是不敢 我们是养正院 不能讲 不能讲远征军 不敢讲 不能讲 就怕这边政府知道 是不是 对 这边政府 那时候要关了 那时候要关的 哦 所以你后来就用茶商的名字 留下来的 好是什么东西都查 听说现在大陆那边的领事馆 外交他们的那些人 对于远征军都很照顾 是不是 很照顾 两三百万 两三百万 哦 有照顾 那台湾反而没有照顾你们 台湾没有 你自己觉得中华文化跟缅甸 在缅甸这边 你觉得它跟缅甸有什么不一样 缅甸的文化来讲的话 你觉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 然后 像它缅甸我说给你 嗯 我最喜欢 不少要学中文 要学中文 要学中文 最要给中文 要给中文 面文 要给 面文大学病院出来 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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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面文 中文 中文跟英文 英文 都处理 都处理 林峰先生 最小的孙女 在我们来访的这一天 正好 华校举行 博语考试 哦 好可爱哦 来来来 坐坐这边来 坐 坐爷爷旁边来 你叫什么名字 大声一点 林立兵 怎么写 林双木林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个字呢 你要不要写给我们看看 来 讲大声一点 哈 不要害羞 我看你中文 中文字写得怎么样 你几岁 十岁 十岁 今天要考中文吗 听说今天要考试吗 要啊 下午考还是上午考 上午考啊 那现在八点半 几点钟考啊 九点半考啊 六点 已经考过了啊 已经考过了 六点已经考过 考得好不好啊 还可以啊 林晓妹妹的中文说得很棒 她告诉我 没有用过中文自我介绍 于是我让她稍稍练习 腼腆的她 终于在镜头前 介绍起自己 我的名字叫五一一 嗯 我今年十岁 我在 我在 来 继续 我在二年级 早 你在念二年级 就像现在那二年级 就像现在那二年级 然后呢 你要说我爱我的爷爷 爱不爱爷爷 我爱我的爸爸 他叫我公公 公公 公公 叫公公 奶奶 不要小看小孙女的中文 已经有了根基 她的爸爸 也就是林老先生的儿子 林生元 却在受教育的年龄 碰到缅甸军政府的打压 因此 她未能习得中文 简单的中文 会讲吗 不会 会听 会听 会听一点 不会讲 就像爸爸刚刚讲的就是 因为以前你们那时候 不准学中文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看到女儿学中文 很高不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那你会不会讲你的中文名字 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林 他们还好 算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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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像张富林 我觉得奇怪 像张富林 他本身是一个教书老师 在华文界上教书四十年了 你儿儿 而你既然一记中文话都不可以说 是不是也是那个年代 也是不准教 也不行 不准教 而且是教 很多都是偷偷地 偷偷教 做补习 在家里偷偷教 你今天几岁 四十六岁 四十六岁 说得很好 要多讲 不要害凶 人家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我们虽然在缅甸 可是我们也听到一个 很让人家心痛的一个 一个往事 因为林老先生刚刚说 他有一个儿子 当年在台湾 也发生了 类似一个 在军中也发生了一个悲剧 他的儿子不见了 就是往生了 所以他说 他尽量在这边看电视 他看到台湾最近发生的事情 对 我先俊了 是 他的妈妈 妈妈 我一样 从我的儿子是一样的 能不能讲 儿子当年在台湾念 念哪个大学 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 桃园 桃园的是 然后呢 他去当兵 他去当兵 又做成功旅去书兴过 去成功旅去书兴 对 然后呢 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教官非常之口渴 所以他没办法 没办法 他受不了 变成英语 是 是 英国征事的时候 以后是 他一样的 有尊名书 是 英国征事的时候 死掉 哦 这样子啊 是的 相当 放在这个 我们去那个 牧师 安官牧师 牧师 牧师 牧师把你放 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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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后 是 是 找很快 是不会 棺子里面 放在这个 台湾 那个 台湾 台湾出去去一个 嗯 那个庙里面 不是 庙里面 不是啊 进入教里面 去去 粉山 哦 粉山很早可以干 是 是 有些是 放棺头那些 嗯 嗯 小时 把那 放起来 哦 放起来 放起来 在那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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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现在很清楚 是 是 那个 多少年前的事情 哎 19 19年 所以那个事情 发生以后就 那你后来又去看吧 真的没去 没有去 那个时候 不方便去 我们 不是 我们在神圈好了 哦 神圈好了 那么 以前时候 我有个群体 他说 不容易神圈进去 不容易神圈进去 所以没有办法去 就叫做 那个无恩光牧师 无恩光牧师 在台湾 帮我料理 你到现在没有去看过 阿尔斯那个地方 没有 这样去 那时候神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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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我们回台湾以后 我们去 帮你去找到这个 无牧师 无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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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恩典的恩 光辉 光明的光 光明的光 我们帮你去找到他 我们请他带我们去 拍你儿子那个地方 好不好 看完以后 下次我们就 这个节目 我们点准节目拍好以后 我们剪好以后 我们再拖 人家带来给你看 好不好 教官非常残酷 太残酷了 太残酷 苦到今天 昨天 今天 这个 我可能是要 风大妈 才那么苦 我刚才台湾的 这个 军官太坏了 太坏了 军官太坏了 我还是很 我是当兵兵的 女主党 我还是 输过很多学年 没有这样子的 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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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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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著名的歷史學家黃仁宇 曾以戰地記者身份 參與緬北之戰 當年他是這樣形容 遠征軍的慘烈 這般淘氣的孩子們 沉淀與塵土 饑渴 煙笑為無 24小時之內 他們所看到的竟是血和肉 擰憑在履帶下的血肉 被流線彈推倒在地上的血肉 下戰車時 浮在公路上的血肉 河北敵軍四溪破甲彈圖罐 在駕駛座上成人的血肉 我現在在緬甸的自趕省的巴拉蜜 據說這邊有一位老先生 叫王之平 老爺爺 今年96歲了 然後他曾經在對日抗戰的時候 專門開著運輸車 並著生命的危險 往來於滇緬公路 所以今天聽說我們來 他非常高興 我們這會兒就去拜訪他 來 跟著我去 王爺爺你好 怎麼到緬甸來的 三九年就來緬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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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二十二次 二次入冤 是 在昆明 西南軍 喔 住在後面的 哦 營運處 有沒有去過台灣 有沒有去過台灣 去過台灣 我也去過 沒有去過台灣 真的喔 那台灣有沒有很多你的戰友去台灣 記不得了 記不得了 記不得有哪些人了是吧 那缅甸呢?缅甸有多少你的战友还留在这里,记不记得了?老战友,老战友,打仗的时候,要不然聊聊打仗的事情,打仗的时候,当年, 那缅甸的大仗就是开车运输了,有没有负责运输,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打仗,就负责开车,开车上下,就运物资就对了,没有直接跟日本人对打,没有,就是走滇缅公路运动机过来,滇缅公路你在运输的时候,开车的时候, 那个路很危险吧,一不小心就摔到鼓里了,那时候路坏,路不好,路坏,怕不怕?开那个怕不怕? 以前,从昆明到拉续包山,下关到拉续才做出,是是是,要开多久啊?从昆明到拉续要开多久? 那个时间很长呢?很长很长,几天,要开几天?路不好啊?路不好,对,要开几天啊?大概要开几天? 开几天?开几天?要开几天?一个礼拜要开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到拉续,又来个礼拜? 哦,好远,一个礼拜,十五天啊,十五天啊,好,看情况了,对不对?是是是是是 王爷爷的香音以及耳背真的靠到我了,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的儿子王玉顺对于老父亲一生的经历居然相当相当清楚,最后,我只得搬救兵,请出他的儿子帮忙说出王爷爷的故事。 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这个王爷爷的儿子终于愿意这个入境了,因为他应该知道很多王爷爷的故事啊 他当时在洛阳当学徒的时候,看到宪兵学校招考,是 他就跟一个他的同乡,跑到南京去报考宪兵学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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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老乡在哪里的话,当时京队里面,国内都是讲同乡,是 是 就跑到技术兵种的话,他就跑到驾教学校,是 是 去当驾驶,后来才到江西,江西当时就在江西昆仑关这一带,做经队的运输工作 后来从江西又退到昆仑,是 昆仑的话,当时甸缅公路开通,开通的时候的话,他们又转到陈嘉庚先生主办的西南营运柱 当汽车司机,是 汽车司机的话,当时跑在昆仑,拿去阳光这一条,现在他都跑到 老实说 我一度动了念头 觉得他说得太长 想打断他 但是随之一想 如果我是他 我能够将父亲颠沛的一生 记得那么详尽吗 于是我彻底地 被他的孝心打动了 坐在一旁 我几乎悬然欲涕 他在昆明的公交车 开这个煤炭车 开煤炭车的话 当时的话因为汽油很紧接 煤炭车的话 有等于是 没有助手 自己生炭 生火 烧炭开这个车的话 有一次的话 他跟一位朋友早上去发动车子 没去中毒 昏过去的 幸好他的朋友发现了 把他送到医院去 在医院躺了三天 都是昏身无力的 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是 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话 对他的感受很深 一氧化碳中毒之后 从医院下来之后的话 他就说是这个工作 他说是不干了 还有好像是中国远征军当时需要 那个往印度招收这个兵员 是 在昏明他就参加中国远征军 住进京的单位 嗯 收留 部队收留了他们之后的准备空运到印度 是 他们几个朋友同乡一起去的时候 第一天的话 收拾好行李放到飞机上 但是因为说是 机场这些 印度那边机场这些被炸 被炸的话飞机不能起飞 是 不能起飞的话 他们在就在科里 又多住了一晚这样子 有的朋友的话就说是 大家都说是不敢去了 但是他们说行李啦什么啦 全部这些东西都在飞机上了 是 还是印到头一 嗯 还是就到 踢场 退到印度去了 后来缅甸反攻的时候的话 他们就随这个印输部队 沿到史蒂威公路边修边打边走的话 就在这条鲁丛林里面 嗯 随着这个军队的话 嗯 嗯 反攻到米兹那 嗯嗯 是 米兹那 反攻到米兹那 嗯 基本上的话在米兹那的话 就算米兹那这条线上的话 住了一段时间 军队住房了一段时间之后 嗯 后来军队 抗战胜利 嗯 抗战胜利的话 他们说是军队要返回国内 是 要返回国内的话 他们说是 啊 好像是厌见了这个战争 嗯嗯 好像是 尤其是这个内战 他们认为自己人打自己人 是 嗯 好像是 都不愿意在那个了 嗯 都 当时 就在米兹那逃离的部队 哦 哦 在米兹那逃离的部队 当时据我父亲讲是 当时在米兹那逃离的部队的话 有几千人 哦 是 是 嗯 几千人 是 就留落在米兹那 哦 米兹那 嗯嗯嗯嗯 后来就在米兹那 军队开拔了之后 他留在米兹那的话 嗯 就跟我母亲他们结婚了 当时跟国内的家乡联系 也不敢回去 也不敢回去 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经人的话 嗯 以前有过这经历 嗯 当时我 1989年的时候 嗯 89年还是90年 我到国内去的时候 嗯 我问家乡的亲戚说是 当时他的一些同事 嗯 朋友回去了之后的 遭遇到什么样的待遇 嗯 他们村子里的 很多人都是被枪毙 都枪毙了啊 因为过去的这个 因为历史上 当时国民党经人的话 嗯 改放初期的话 三盘五盘的时候 然后运运动的时候 通常都被杀掉了 很多都被杀掉了 作为一个国民党老兵的一个 您的下一代 你怎么回头看那个历史 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来讲的话 认为父亲这一辈 他们好像请着胸膛做人的话 好像为这个中华民族的生存 他们流过 他们的战友流过血 流过汗 基本上的话 为民族的这些民族的生死存亡 他们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然后在一个家庭里面 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里面的话 他们也进到了 对子女的养育教育的这么在内 为这一点的话 我们感到 为有这样的一位父亲感到很骄傲 《罗尊乡》 我们现在来到了罗尊乡罗奶奶的家 罗奶奶今年89岁了 你看罗奶奶真的像菩萨一样 这个脸好光彩 你们知道吗 她是中国远征军 当年的一位女英雄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罗奶奶你好 你好 再打扰你了 我们今天请你来聊一下 当年的事情好不好 你怎么有机会 刚出去参加远征军的 你也是缅甸的老华侨 我是阳光生长的 阳光生长的 阳光生长的 但是我在都市里面在 在是 爱中我们中国小小的 所以我母亲说 我们是开家的 自己去过小小 哪里一下 一个同班同修 她说 一个小姑娘不失智不好 将来看看 早晚什么都不懂 帮我送进中国小小的都市 到刚刚我毕业以后 我就 那边打醒来了 是 当时罗奶奶才17岁 小姑娘家一个 什么也不会 但颇有个性的她 还想在外头多转几年 开开眼界 不想早早就嫁作人夫去了 结果她居然跑去当兵 我就直接去考 考上我就考上 她的意思不是考什么 你会不会治 家人也不会治 你当一个兵 他讲什么你不懂 是吧 我又考进来 六岁了 六岁了 他就 女生队 特别队 女生队一队 女生队一队 男同修有九个队 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 第二大队 第三大队 四五六一队 第二队 七八九 三个队 还有个军官队 加上我们也十一队 我们的队是自解 那个属于那个总部官 旁边的部官 那我就书选 书选一队 那个时候我登记了 去报名 他说我有 那个 四次八村高 里面的训练 里面是四次八村高 我太高也不是 太小了 太不行 他是这样排下来 然后我就发了枪子 那个枪子不含过啊 我发枪子 我又带枪 我又背枪 然后他伤过我的手里 我们又带着枪去打靶 听我发枪 我就哎呀 糟糕了 我来错了 因为我发枪 我们老年的话就 捏着枪子 有罪有罪 有罪 有罪 我们整个拜佛的地方 拜佛的啊 哎呀 我说我背枪有罪 怎么发枪 去对他说 今天我们 你们发给你们枪 好好好好的保护你 第一个生命枪 第二个生命是自己 现在 那个枪 我们要保护它 我们的生命 现在是我们 属于国家的人 是 他现在命令 叫你做什么 我就应该做 好像派你去打仗啊 派你去哪里 你就不可以反抗 我只有 逃两天 我说我生病 对啊 对 他为什么生病 我发白痴 后来我就会发白痴 发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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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我不上 你跑不了 第二天不上 第三天我就赶不上 日经上市 相左手相右手 不会了 帮我 叫一个人出来 特别训练 我害羞死了 结果就 我们就不知 就满了一年了 满了一年 就毕业 毕业是那个时候 我从那个七十一军的 台北党部 我在那朝鲜 这个 这个 把我们调回来 调回来 那里工作 工作 我们那个 他这个军队里 三十六十 八十八十 他起兵 就 作为这个军 军 军 军长官 军长官 结果做好了 两年 我说 不对 我一辈子这样当兵 也不是出头了 我还要回我的缅甸来 他们说 你为什么要回缅甸来 我说 在这里 我不当兵 我又找不到房子 我当兵 我又只小小的薪水 也不够 我又叫我再回来 这边我是缅甸土生土长的 是 我就懂得做生意 怎么样找钱 这边做生意 我就很肃静 所以我一生一生后 我过得很愉快 我自己找钱 自己找钱 自己找钱 自己用 那袁振军后来打造 你就没有打造 没有直接打造 你就不拍上去打造 哪怕 哪怕 那个时候 那个龙龄公 在那边打到龙龄 然后他就 啪啪啪 打造 我们的军队 上面来面 冲 一冲的时候 这些人都倒下来了 倒下来了 第二次 从山上爬上 他就上面一打 又打完了 搞得我们的队长 没有办法 好了 剩下的 我们发展为零 发展为零 发展为零 我们跑的 你当年一起的那些 你那些同志 后来有没有在联络 跟你一起受训的那些女同志 女兵 就出来两个 就出来两个人 出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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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都没有 都不见了 没有了 他们都回台湾 都回到台湾 都回到台湾去了 回台湾去了 所以你总共生了几个儿子女儿 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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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儿子 七个儿子 五个女儿 五个女儿 那你在家里面 他们都会讲中文 你的孩子 你儿子女儿 基本上 我们 我们开家 都讲客家话 老面话 他们都老面书 是 可是你们这个儿子 这个国语都讲得非常好 结果是 他们讲的云南话 云南话 对 可是我们听起来还是 没有问题 这些儿子是 周买买 晚上讲那个 讲云南话 云南话 所以你在家里面 有没有特别教育 他们说 回家不准讲缅甸话 有没有 就要讲华文 没有 他们自己 自己学 因为你做生意 你也忙 你也很少管他们 我就是供他们读书 供他们读书 供他们的身后 那你有没有特别加强说 虽然在缅甸 可是要像妈妈一样 要把中华文化传下 有没有特别交代呢 没有 这位可爱的罗奶奶 虽然只在远征军后勤单位 待了三年 没有上过战场 也没有杀过任何一条生命 但是 时隔72年 罗奶奶竟然能一字不插 旋律精准地 用柔美的嗓音 唱出黄埔军歌 怎么样 没听过资深女生版吧 路上澎湃 党去飞湖 这是个民地黄埔 走去西冠村 一里无放送 一里做飞湖 一身风 路上澎湃 党去飞湖 这是个民地黄埔 路上澎湃 走去西冠村 一里无放送 预备做本 路地坚坡 那点泄露 引到北洋破坯 冲击的手 小姐姐 多不愿 多要见 今来今生 继续用手 哎呀 不消停车 哎呀 不消停车 哎呀 不消停车 提到中国远中军 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人物 就是孙立仁将军 他在这两次战役里 缔造个人一生极为辉煌的战果 不仅全球瞩目 当时的美国总统 罗斯福还称赞他 智勇兼备 足为盟军凯蒙 然而 战争是残酷的 历史是现实的 在孙立仁等大将军们 战功的背后 若非由这群二十万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们 冲锋陷阵 杀出一条血路 胜利何来 就在我们走访了这几位老兵之后 王志平的儿子 语重心长的 告诉了我一些计划和期待 听说您有一个民间组织 您在里面 是 能不能介绍一段 为什么您去成长 因为的话 怎么来讲呢 以前 我看 因为老一辈的话 他们都是 在缅甸的话 一般 缅北的话 云南人比较多 云南人称呼这些当兵的 为外省人 在缅甸的话 每一省人的话 他都有他自己的组织 基本上这些当兵的话 统称都是称为外省人 有的时候还被 好像是初期那段时间的话 有的还称他们为逃兵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们一般的话 他们最紧密的社交潜质的话 除了亲戚的话 应该都是这些战友 年纪慢慢慢慢地大了的话 他们之间的话 比方说是 从三邦到曼德拉来的时候 到其他地方 他们都是互相来往 还是比较密切的 这些的话 有老这种关系的话 这些后代的话 也彼此之间 也像亲戚一样 也就这样来往起来 所以你就很自然地 就加入这个战友 是的 中国当年 明明是以盟军身份参战 但王玉顺告诉我 缅甸教科书把中国当成侵略者 所以军政府一上台 就把中国战事的经验碑都拆掉了 反而真正的侵略者日本 却新建了不少经验碑 这真是天大的错误 极为荒唐的历史错误 有很多这些老兵的话 都不敢承认自己的经人身份 再对于那个的话 在一些缅甸人方面 国中什么方面的话 会被抓 对吧 他因为 会被认为说是侵略者 盟军在缅甸的历史定位是 他是缅甸的这个军队 后来他也参加了这个反法西斯的部队 是在那个历史的定位上是 他是正面的对盟军 所以中国眼睁军也应该 恢复到他应有的这个历史地位上 这样也对得起这些已经实际了的 也对得起这些合作的 在给他们一个安慰 美国人在那个缅甸跟美国恢复了关系之后 他在暴涨上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 有关这个美金在缅甸的阵亡将士的消息 有消息的话 请向我们联系 他在这些暴涨上都登有广告 他正大光明的 日本人的话 他也是在七十年代到这边来行这个疑合 也是正大光明的这个事情来说 我就是搞不清楚说是 作为国民党政府也好 共产党政府也好 好像在这一点上 为什么不能提起要来 好像正式地向缅甸政府提出这一个 人道主义的这个要求 关于这个老兵的 这些阵亡将士的这个疑害 还有这些纪念碑 好像日本人在缅甸做了那么多 作为一种宗教上 人道上 他们能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说是 我们作为下一代的人 这些年正经的后遗 希望能够更应该做 更应该做 我们承诺过林峰北北 回台湾之后 要拜访当年 处理儿子后世的吴恩光牧师 除了当面致谢之外 也要去墓园拍些画面 好让他老人家看一看 回到台湾后 当吴牧师在电话那头 知道点灯的来意之后 原本很热情地答应 接受我们的采访 但后来态度忽然保守了起来 只是客气地挽救我们 他说林峰已经谢过很多字了 不用再写了 不知道是否因为最近 军中纷扰不断 加上媒体一窝蜂炒作 让牧师有了担忧 因此到目前为止 这座小组很遗憾的 不仅未能亲自拜访吴牧师 加上年代久远 林永元的牧园也还没有找到 不过我们并没有放弃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 可以带着有缘长眠所在 让91岁的林老爹亲眼看看 缅甸人民确实是心地非常的善良 是 而且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佛教 毕竟大家是佛教国家 而且大家的心里心中有佛 也就是说 心里面没有贪念 是 您在缅甸的话 你看在银行出出净净 你拿着大包提的钱出净的 没有 是的 没有 是的 没有 是的 9月15日就是点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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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跟我们节目名字 刚好吩合 点灯节 跟你们的节目就刚好吩合了 对 叫点灯 点灯节是许愿 许愿 是 是 也有放这个孔明灯 在这一天的生活 是 是 布施是一种慈悲 我们来到缅甸 正好遇上这样的一个平和喜乐的节日 而在借月结束的那一天 也叫点灯节 这仿佛都在告诉着我 默默进入20岁的点灯 依旧可以本着喜乐的心 去照亮世界的各个角落 缅甸故事系列 从缅丽伊甸园志工团 到缅甸华少故事 最后是不死的老兵们 无论是过去对华人不慎友善的缅甸军政府 还是现在中国崛起后起了微妙的变化 我想 我们都要记得一件事 历史不该遗忘 而且要以和平为目标 这样 人类才能超越私心 避免重蹈覆车 永远不再争斗伤害彼此 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和我们一同点灯 为这世界的和平 祈福